因為病人有病人投醫的時候 有人是心急亂投醫 那你要告訴他 所以我常常花很多時間教育我的病人 你吃了如果不好 腳是越吃越遠 不要吃了 但是你聽我 如果吃得很好 你要繼續吃下去 你的命會救完 因為如果可以花嫌買命的話 為什麼不買 對不對 長眠 頭眠身體是冷的 手腳是溫熱的 這個地方呢 就是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身體為什麼是涼的 我們這個心臟 中醫認為心臟不斷地跳動 這個產生的是火 熱 所以身體體溫的來源是靠心臟 現在西醫你就問他 體溫怎麼來的 他不知道 他說體溫就是97%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體溫擺得這樣子 死掉了人就沒有體溫 死掉了心臟沒有跳了 所以沒有體溫 他們不了解體溫的來源是心臟 所以西醫高燒 硬要強燒 都不對的 癌症的人都有低燒 他們也沒辦法處理掉 這跟心臟有關係 當你心臟不斷地波動產生的熱 如果沒有東西來控制 來引導這個熱的時候 身體會過熱 就好像引擎在那邊不斷地跑 就會過熱了 那機械工程師設計了一個水箱在那邊 就好像上帝設計了一個肺在那個地方 所以肺很大一個 幹嘛 除了呼吸以外 西洋人只瞭解 肺是西洋 土豬二氧化碳 他不瞭解 肺裡面最大的功能就是 肺是天上的 像天這樣冷 所以皇帝念已經說肺法像天 把天幕整個蓋到 那肺組皮毛 除了天幕以外 在全身的皮膚毛孔是肺臟在管的 那當我們心臟的熱 產生了熱以後 我們肺臟在控制這個熱 把這個熱往下倒 所以心臟產生的熱 熱氣是往下走的 正常自然界的熱是往上升的 熱氣的時候都往上升 所以正常的人呢 熱是往下倒 倒到進入小腸以後 這兩個好像鐵亞靈一樣 一個是心臟跟小腸 這兩個組織互相在呼應 所以中醫認為說 心跟小腸是表裡 但心臟產生的熱百分之百 到小腸裡面去以後 小腸的周圍 小腸的前面 女孩子們呢 有子宮卵巢 男人有膀胱 上面有大腸 後面有腎臟 那這一些的內臟都圍繞著小腸 神經病啊 那是誰設計的 怎麼搞的設計成這樣子 為什麼這些內臟圍繞小腸 就是要利用小腸的熱 這個裡面的熱 如果小腸的熱是正常的 我們你看老師 這個差個溫度肌精力量不需要 小腸的溫度正常的 這個熱是打到透到腳底板去的 心臟的熱是正常的時候 透到手掌心去的 所以正常的人是 肺是冷的好像天氣 所以頭面身體是冷的 手腳是溫熱的 那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膀胱裡面 當然我們比如說 小腸的溫度下降了 那你知道正常人 小腸在這個地方產生火熱的 那個尿液累積在膀胱裡面的時候 那個水是跟小腸的熱是 靠在一起的 是烤的烤燒烤的狀態 所以尿在膀胱裡面是 蒸氣化氣化的 蒸氣以後這個尿是往上升的 往上升的時候 就把膀胱撐大了 膀胱像個熱氣球一樣往上升 這個膀胱當膀胱 蒸開來的時候 它是有400cc的容量在裡面 那有這個蒸氣在裡面 大家都知道蒸氣火車嘛 蒸氣產生那個速度 壓力 壓力產生速度 所以你當你的 那個膀胱裡面的蒸氣壓力 很強的時候 你會有力量 把尿液噴色的排出來 好 力量很強 所以我們小便的時候 小便力量很強 所以我們有句話 小便的時候 小便可以過三頭 現在年齡大了 小便低褲頭 他沒有壓力了 好 那個裡面沒有氣化嘛 好 沒有氣化 腳是冷的 小便在低褲頭 好 那如果吃氣要再吃 小便越來越冷 越來越低 好 那這個 這個講了膀胱 所以膀胱是要氣化 正常小便是這樣出來的 那當你了解了以後 一個病人有水腫 你是不是去氣化小腸 對不對 那你不知道 你開個尿尿器給他 他是把水排掉 他腫還是回來 好 越吃越來越嚴重 以後就一顆 一顆不行兩顆 兩顆不行三顆 就越來吃越多 因為他沒有一種藥 他也不知道小便出來 是靠小腸溫度氣化出來的 沒有這個概念 那大腸也是 大腸的話你看看 大腸我們吃完 有食物殘渣跟水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西醫的生理學說 大腸就把水吸走了 對 大腸是把水吸走 大腸有那麼聰明嗎 他他只把水他走 不吃那個曹博 就是不吃糞便嗎 他那麼聰明啊 不是 因為小腸在下面 大腸 身體的痕跡 下腸都圍繞了小腸 小腸火熱的 因為熱 把水蒸發 蒸發 所以